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蒙拉县蓝参江畔的光雷港 是云南省唯一对外开放的水运口岸 也是中南半岛腹地和东南亚诸国经湄公河 进入中国的第一港口 8月5日 蓝参江湄公河上 中国第一港光雷港口岸 静静水果指定监管产地启用 标志着湄公河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国家 进口水果的水运新寒道 半天 一批泰国榴莲运抵光雷港 这批榴莲从泰国清盛港 经湄公河运至中国光雷港 仅用两天时间 相比陆路运输 湄公河水运具有时间短 运量大的优势 利于新鲜水果运输 我们这批货物是从泰国来的 是榴莲的金盏头 通过湄公河运输的话 是我们跳过了需要跨国运输的这种步骤 我们以前的话走路运和铁路运 然后我们需要通过泰国到老挝 老挝再到中国这种去运输 但是通过湄公河走的话 我们可以从泰国清盛码头 直接就把水果就运到中国 时间节省大概是两天左右 以前我们走铁路或者是公路 我们大概需要时间是七天左右到昆明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通过水运的话 我们五天可以到昆明 光雷港口岸 静静水果指定监管产地 设置查验平台 暂不予放行冷库 监管冷库 冷处理库 破烂果收集间 熏针库 无害化处理用房及技术用房等 满足静静水果的监管要求 场地外还设置有一个集装箱驳位 和全方位全过程监管设施 能满足500吨级货船 到港后吊砖 及静静水果业务全流程 检验检疫和监管要求 光雷港口岸静静水果指定监管场地 四行当省第一个水运 静静水果指定监管场地 今天正式投用以后 将为我国通过水运 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 进口水果开辟新的航道 对进一步促进 南长江围攻河流域 沿线的经济发展 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增强跨国 其意见互联复通 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悉 近日已有多家企业 向光雷港口岸提出 水果检疫审批许可 约2万吨 主要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 榴莲 山竹 西瓜 香蕉等 经预测 2025年光雷港口岸 静静水果量将达到15万吨 2030年达到30万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